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法总统回国就翻脸, 刚拿中方签议订单就取消合作, 美国打折网。 购物神价直播 Samnyle Villainly Click To via original image 据法新社消息, 法国总同府近日表示, 决定取消法国零售巨头欧上于我国大连万达集团计划, 投资30亿欧元, 在巴黎郊外建设大型购物和休闲综合体欧洲城项目。 欧洲城计划于2027年建成, 位于戴高乐机场和勒布尔盖机场之间, 包括马戏团、室内滑雪场以及商店和餐厅等娱乐设施, 但由于像木造道法国环保人士反对, 认为会破坏巴黎附近几个环保区, 马克龙最终决定取消该项目建设。 消息已出,投资者一片哀叹, 法国政府已, 经彻底失去信誉。 本月4日, 法国总统, 马克龙抵达上海, 出席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对我国展开位。 七三天国事访问, 这时马克龙以总统身份对我国进行第二次访问。 七, 坚正值美国开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马克龙与我国共同发表中法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仪和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和我国坚定战。 在一起应对美国退约。 马克龙还全面推动与我国经济合作, 带来五十。 为商业大咖, 签署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合作协议, 涉及航空航天。 核能, 清洁能源, 农业和金融多个领域。 一时间马克龙成为全欧县。 目对象, 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要跟他一样加强与我国合作。 马, 克龙在携带千亿大单回国后, 转身就翻脸, 下令取消与万达合作, 言。 而无信的行为, 令我国人民大失所望。 Ferminal value, Only, Click to via original image。 其实最初万达并没有参与该项目, 2008年法国政府提出经济振兴。 计划, 大型超市集团欧上看重大高乐机场和布尔西机场之间区域, 即, 化打造一个机构物与休闲于一体欧洲城, 这个计划得到政府的热烈欢。 银河支持。 2013年巴黎地区的城建规划中将该地区纳入规划。 3, 0公顷土地中的248公顷土地城镇化, 建设包括欧洲城在内多个。 项目, 2016年省长发布政令, 同意设立该项目, 2017年戈内。 私事议会通过地区城镇计划。 大连万达集团2016年2月高调加入。 这一计划, 欧长与万达签首后公布欧洲城详细细节, 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接见王健林, 并驻赫万达集团项目落户法国。 项目建设期间可以提供2万个就业机会, 投入运营后提供1.4万个就业机会, 是法国最大民生工程, 只可惜数十年的奔波努力到头来一场空, 项目的取消及大打巴厘人的热情。 网络显示大部分。 法国人认为政府会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巴黎失去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